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 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恭喜今天又能夠再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 目的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一個真正能夠解決問題 不只是和大家一起批評一下事件 或者某人某機構對某四處水利不當 大家大馬一番 發誓一輪就算了 我們其實希望能夠真正討論這些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最後提出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案 唯一建議我們香港每一個人 其實在這方面可以做些什麼呢 而令到這個問題能夠真正解決的 即是說呢 如果你是特首 或者是那件事的當事人呢 那你自己會怎樣做呢 那我們今天那個題目呢 我們是會講一下 全世界其實最危險的醫療 是哪一方面的醫療呢 那跟我做這個節目 今晚呢 也有金木型先生 還有呢 馬國輝 大家好 大家好 好了 那大家都 啊 袁醫生 喂 上次 上個星期 我們這個節目出了街之後 我上去那些news group 那裡 個個都問 袁醫生什麼時候發炮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發了 我們最近就我們那件事 上次都很詳細 幫大家分析一下 整件問題的真相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跟著呢 以後大概有五輯 我們都會圍繞著這一類的問題 我們會繼續和大家討論的 馬兄 不如你講一講我們上次 就是概括地講一講 上個星期五 我們講了些什麼 怕你知道 有些聽眾今天才聽 就不太知道我們講什麼 其實我們上一次最主要的主題 都是圍繞回之前的新聞 就說 做完碗腸之後 就有個女士就說 懷疑就染上這個椰菜花 那 就從而帶出說 為什麼會突然間 這陣子這麼多新聞 會圍繞著這個自然療法 去有這麼負面的消息呢 不斷這樣 每一個星期都知道 有些新的消費會那裡 又不停有些新的報告出來 去給大家好像有一個訊息 就是說自然療法其實是十分之不安全的 但是我上個禮拜又聽到一個新聞 就是 有個醫生走出來 就說 其實 那個碗腸 和那個女士患了這個性病 其實某程度上 因為性病有很多途徑的 他就說 就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會有其他途徑 染上到 就是好像一個修正 那樣 嘗試去 去 將這件事件 又 壓低一點點 這個是我們當時 大家 討論了之後 沒錯 之後醫生走出來說一下 好像又不回事 其實 我不記得有沒有做這個比喻 我當時 我有個朋友 他自己是開尼巴的 香港做假甲的 他聽了之後 他第一個反應 就說 你都說尼巴弄死人的 我問他 你什麼意思啊 尼巴弄死人 他便給資格的藥水 便會整死他 他即時可以想到一個荒謬的 軒感、原醫生 不知前日還是昨日 有個新聞 有個公務員跑跑步 暴斃 跑步引致死亡 不如不要跑步 但安靜的示威會 不要叫人不要跑步 這件事 大家相信報紙也有說 跑步危害健康 他有沒有叫他不要跑步呢? 好像要徵訊一下醫生意見 這樣就很生意 但其實那件事 詳細的情況 很多人都沒有看到 這位公務員 他是根據他的醫生 告訴他他應該做一下跑步 他的醫生是他的兒子 他是他的兒子 他根本聽了醫生的指示 還有他兒子的祝福 你應該去跑步 減肥 把膽固醇降低 其實他真的做到 體重已經控制得很好 控制了130磅 很標準的體重 血壓也受控了 但做完這些事之後 由醫生的所謂寫字之下 要做的事 他都暴斃了 即是怎樣呢? 我們經常都很強調 我們過去很多 這些負面的消息 他經常給一個信息人來聽 他說這些這麼危險 所以因為應該被醫生去監管 醫生去做 醫生去批管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很明顯 其實很多我們香港 美容行業 或者從事自然醫療的人所做的事 在外國其實都是很多醫生規管 但結果那些問題是一樣的出現 其實是很變本加厲的出現 譬如 你在另外一個網站 好像看到一些關於美國醫學會 是嗎? 那些網友在那裏 有些討論 說得不好聽 有些論戰 在那裏 就說 有什麼理由 都不是那麼好的 洗腸 要插一條喉進去 這個都屬於不自然的 我覺得他就不是很清楚 洗腸的原因 他以為是堆一條水喉進去洗 整天都是這樣 那些人應該聽一下 聽一下我們的節目 真的 不過很好 有些網友 就連結了我們上個星期的節目 就是在這裏 上個星期的節目 可以聽回 有機會聽回 聽回洗腸是怎麼回事 袁醫生你也有解釋過 其實是控按摩形式 就是用水和大腸做按摩 就是做水的運動 就是拿水 令到刺激的大腸 令到大腸收縮得更加 即是自己動 就不是去取代 那些網友就說 其實也有些危險的 不是專業人士 就是又下了那些思維方式 然後另外一位網友就引述 引述就是說 AMA 美國醫學 美國醫學會 他自己在 我不太記得是2000年 2000年還是2002年 他引述一個報告 是美國醫學會自己公佈的 就是說每年死在 死在正規的醫療程序之下 在美國有20多萬 專業的醫療人士 正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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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20多萬死 無可置疑 如果你說要規管 一定是規管 這些 都是死在 他們的規管之下 但是主流媒體 那是他們自己承認的 那是他們自己承認的 那是很少報道的 真的 香港媒體都不覺得這件事 就是一個 這麼大的新聞 我們香港人很少有機會接觸到這方面的資訊 香港的主流媒體 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方面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客氣 反而對其他一些 尤其是在我們香港 一般市民做的 很簡單的 傳統的 很多年歷史的保健工具 一些很荒謬的事件 他就大肆報道 我想跟大家聽眾 Dr. 我還想補充 這位網友 他幫AMA改了名字 叫American Murdering Association Murderers Association AMA American Murderers Association 其實我想 指陳 這些是專業數據 他們專業的行業 即西醫 自己去公佈這個數據 那 譬如在洗腸 或者其他的自然醫療 譬如一些按摩 我真是想問一下 以我所認知 一個人都沒有死的 那用什麼大字標題去報道呢 而每年死二十多萬的 這隻字都不提 這是什麼的道理呢 我真是想問一下 袁醫生 這是雙醇標準 我們客氣地說 這是雙醇標準 第一件事 我們香港人是很蠻信所謂的專家 蠻信冤權威的 我們沒有了一種基本思考的常理 這就是我們香港很危險的地方 我經常都歸教這個問題 是我們教育制度的本身 即是我們有用到這麼多億 我想是六百多億 用在教育方面 那教育出來 我們一般人 連基本的常理都沒有了 這就是我們教育裡面 徹底失敗的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那或者我再為大家重溫一下 即是他們過去經常說自然醫療所做的事的危險 其實大概兩年前左右 我們沒有聽到採光 很多美容院用採光 和大家做護膚 結果有些消費者委員會 就說有些人投訴 包括有些人因為做採光 就弄傷了或者燒脹了皮膚 於是當時就是推動 那個醫療儀器規管的 這個條例 但是結果呢 當時美容界 因為香港的美容傳言人很多 他們於是他們就聯合起來 就成立一個組織 去將這件事去澄清這件事 結果發現 根本大部分的投訴 通常都是錢、銀那方面的 搞不清楚的投訴 或者有些人收了大筆錢 結果又做不到 真正正正只有幾個 六個左右 八個左右 是跟皮膚燒傷有關的 即是大部分都是雙手法 根本大部分都是雙手法 如果銷商那些是註冊西醫做的 沒錯 當時香港的語言都很有智慧 當時他提出 到底這些情況 在醫生操作之下有沒有發生過呢 很有趣 當時他們回答不到 他說他給不到這個數據 其實很明顯 很多這些情況之下 根本西醫去做 一個皮膚專科去做 以及一個受過訓練的美容師去做 那個病人的皮膚 會不會因此而作出這些敏感反應 根本是不能夠預測的 即是說這個問題 就不是因為 給一個西醫去做 這個問題就會減少了 根本完全是所謂的 irrelevant的課題 當時就因為美容界 大家團結起來 就將這個醫療規管的條例 各自做 所以說是stop了它 其實袁醫生 其實現在很多大廈 就算我住在那裡 都貼了一張衛生署的poster 那個poster說什麼 醫療儀器要認識 意思就是說 要你的人 麻煩你小心一點 醫療儀器 那些是很多張圖片來的 什麼圖片呢 我最多見的是什麼呢 手套 膠手套那些 救護員用那些 很薄的 透明的膠手套 另外就是雪條棍 醫療儀器就是包括這些東西 不是那麼簡單的 如果規管的話 這些都要 所有這些很簡單的 日常用的工具 都完全要經過它註冊 又要它批准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的 好了 那件事之後 可以說消費者委員會 香港衛生署 和香港很多 所謂建制的醫療人員 就好像說 得不到它所要做的事 其實它很不服氣 它不想就此罷休 於是過去兩年來 又不斷這些 其他一些 關於自然醫療所用的工具 就不斷地被作這些 壞的報道 其中一種報道 是講過香薰 它就是消費者 很有趣的 很聰明的 我就分析一下香薰 那些油裡面 有什麼不良的成分 有沒有呢 跟你每個牌子比較 其實當你做這種 動作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就會有什麼訊息 就是說 為什麼它要來分析 來評判一下 哪些油好 哪些油不好 即是 它就立即做了一個 感覺 這些油都是很危險的 所以 怎麼會消費者 會做這樣的調查呢 跟著 它就說了一句 就裝了一些西藥 有些人這樣說 它說 其實香薰油 其實對孕婦 是不可以用的 是很危險的 其實你想想想 其實所有西藥 都說明 在孕婦 現在是不可以用的 所有西藥都是這樣的 孕婦 是不需要用的 這樣又可以用的 那你講這件事 有什麼意思呢 你自己西藥 從頭到尾都說得很清楚 孕婦 是不應該在懷孕期間 是隨便用西藥的 那你說香薰油有問題 其實令我們香港人 大部分人每天吞的藥 都是有同樣的禁忌 在這裏 好了 那 跟著 我們上次有提及 說那個 水療的中心 有顧客 有很多人投訴 其中一個投訴 就說 那個客人 我去洗澡之後 跟著皮膚就癢了 那他就懷疑了 又說人家的水勢都不清楚了 那其實你再看 那是史太祖 不是不是 那當時史太祖 當然了 全部很喜歡訪問那些所謂專家 那當然很明顯 就會訪問一位皮膚科醫生 那這位皮膚科科醫生 那他就說 那他就說 那如果我們的水不乾淨 如果有菌 會令到你的皮膚感染 那 跟著他就說 我們香港那些 那些水療SPA 我們是沒有監管的 那就是這個訊息很清晰的 這個沒有監管的 這個沒有監管的 那但是呢 其實呢 有任何有醫療常識的人 都會知道 如果細菌感染的皮膚 是不可能 在幾個小時之內 是令到你皮膚癢的 就是不會的 就是令到你皮膚爛 也好什麼也好 但它不會細菌感染 令到你皮膚癢 因為我們身體的皮膚 裡面是很多細菌 是很多很好的菌在那裡 那不斷是保護著我的皮膚的 那所以說 細菌是不可能 在幾個小時裡面 你接觸它之後 令你皮膚癢 什麼能夠令到你皮膚癢 就是將很多的 消毒藥水 我記得我在紀元前去德國 我去巴登巴頓 巴登巴頓很出名 就是很多的水療中心 那我就去一個很出名的 很久歷史的水療中心 去做一些溫泉 那一天之後 我的皮膚癢起來 是 DOTR我想請問 其實現在它不停嘗試放風 說要規管這個醫療的儀器 如果最終被它得逞的時候 對整個自然療法 或者從事其他保健行業的 從業員的生態環境有什麼影響呢 馬興我可以回答你 是 我們的福利支出又要增加了 其實香港 如果我沒得混合 我還不混合 其實在香港在美容行業 以及用碗腸來講 我上次講 香港碗腸自1993年開始 不好意思 我上次搞錯這個數字 我說1983年 在我生活中好像做了很久 其實我們是1993年開始 大家做了十三年左右 由我們一間 在銅鑼灣一間洗腸中心 其實香港大概現在 可能也有二十幾間 有很多人是用洗腸裡面 謀生 也賺到不錯的生活 很肯定不是一個最低工資 所以你看一下 而相比一下 因為我星期四 就和香港十幾間洗腸公司的負責人 大家開一個會 大家想一下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可以為香港做些事情 雖然大家的新計 都很明顯會受到很大的威脅 我都指出 其實碗腸在外國 例如美國 英國 歐洲 有很長的歷史 碗腸 我上次也提及 追溯在耶穌基督 在平安福音裡也有提及 二千多年前 耶穌基督都教他的門徒 怎樣刮空一個葫蘆 用葫蘆管 用水灌入大腸 他叫水的天使 angel of water 其實他教很多保健的方法 包括斷食 食物配搭 一個田園的簡單的生活 其實耶穌基督所說的 跟我們自然醫療所說的 是很相似的 即是比西醫還早很多年 當然了 真正正的 所謂用大學育的西醫歷史 是幾十年左右 有大約第一次世界大戰 流氓又開始 接著沒有多久 就是各礦申訴 當然了 麻醉藥 止痛藥 消毒藥 其實西醫的發展 是大約一百年歷史 而我們傳統醫療 自然醫療 可能叫另類醫療 阿金說 這是一個荒謬的說法 這個另類醫療 沒有用 這些才是傳統 這是很久歷史的 世界辦身組織也有一個報道 其實全世界大部分人所用的方法 是自然醫療的方法 他們所用的傳統方法 譬如中醫的傳統方法 西草藥 印度藥 西藏草藥 之類的 全球百分之八十個人 其實是賴 依靠這些傳統的自然方法 作為保健和醫病 反而我們所認識的西方對抗性醫療 俗稱叫西醫 其實它只是屬於第二大醫療 你知道第三大醫療是屬於哪一類醫療嗎 同類療法 第三大醫療是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 大概有八十多個國家有同類療法的醫生 即是用初用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都有二百多年歷史 都是耐過西醫 是的 你可以看到 我們不斷地用這些負面訊息 或者我再補充一下 當時還有些什麼消息呢 譬如那個耳竹 說耳竹 早之後發現耳仔裡面有紅 有事 其實你也看到 什麼人會用耳竹呢 我上次都很提及 通常耳仔有些不舒服 有事 或者耳仔本身有髮型 你才是企圖用這種方法去處理 我不排除 在過程裡面 可能有些消淨的灰 耳竹會掉到耳仔那裡 這個可能發生 但就算發生了 都不是什麼大不了 你不能夠說 因為你本身是有事 用耳竹去做之後 耳仔是有事 其實不是因為耳竹做出來的 是因為很多人做耳竹 因為耳仔不舒服 有些髮型才去做 你看這個邏輯上的問題 跟著有些淚水器 淚水器 聲稱可以醫病 什麼什麼 沒有科學根據 其實我都在我的文章裡 寫了很多篇 其實Dr.Badman Jelly 這是一個西醫 英國倫敦大學畢業的西醫 在伊朗的監獄裡面 他做過很多用水醫病的個案 他最後發現 其實人類百分之六十的 所謂慢性病 都是跟細胞裡面的缺水有關 所以他說 如果我們的人 用多點水 平時多點水 其實很多病 真真正正是可以醫治 所以 都不需要某種牌子的水 即是未必 但起碼水本身醫病 是無可置疑的 在醫學上 是很多這方面的文獻 已經證實了 但當然不會被推揚 如果飲水能夠醫治病 藥廠 西醫 做醫療的人員 便很不行 其實是很簡單的 沒有多久 連按摩也有事 我真的 我呆了 按摩也會弄傷人 當然 任何事做得差 手勢不好 或者病人本身 可能骨已經有些不妥 有些發炎 在過程裡面 可能按了之後更痛 這些不出奇 這些可以說是會發生的 但相應之下 如果這些病人 肌肉痛 關節痛 我們不去按摩 他有些甚麼可以做呢 我們試想 如果他是用西藥 我們知道 西藥方面 用止痛藥 非雷固醇的消炎藥 或者叫肌肉放鬆的藥物 其實有些甚麼問題 最簡單 近來沒有 有一種藥叫Viox Viox 就是一種 我們叫非雷固醇的消炎藥 很多人一周身 冤痛便會吃這藥 最近發現 Viox這藥 在美國 已經殺了13萬9千的美國人 因為吃這些藥 是導致他們的心臟病 和中風 但那些藥不是試過完 是安全 是推出的 我們一般都以為 我們規管 有FDA 很多藥 是應該很安全的 其實很多 所謂這些政府的規管之下 其實完全都不是我們想像中那一回事 因為可能很多的政治因素 合相造業的因素 合相造業的因素 其實很多的根本 根本未曾真正證實是安全的藥 其實老早已經推出 真正的施藥 就是我們的市民 就是一般人用藥的病人 真正的施藥的人 結果BioC這藥 到2004年 就record了 不准用 好了 還有一種藥 叫Celibrex Celibrex 就是這樣的支痛藥 幫助你的消炎 發現 如果你每天吃400mg 或者800mg的Celibrex 這藥 你患的心臟 主要的嚴重心臟病危機 是增加了2.5%的 另外一種藥叫Neproxen Neproxen 是很普遍的 有幾十年歷史的 有非類冠旋的消炎藥 其實都證實 可以導致心臟病 吃Neproxen這藥的人 他的心臟病和中方危機 是增加了50%的 那為甚麼呢 為甚麼這些藥 導致人們會有心臟病 原來他們發現 這幾類的西藥 往往是將我們身體的尾 magnetium 身體的尾的水平 是大大減低的 其實尾能夠幫助我們 放鬆我們的血管 其實尾是一個很好的營養素 是幫助我們治療這些心臟病 我們過去在醫學文獻上 經常有說 吃阿時不靈 你每天吃少許阿時不靈 可以預防中風 可以預防心臟病 他們當時都認為 大家以為是阿時不靈這個藥 但有些科學家發現 其實根本就不是阿時不靈 是根本跟阿時不靈 一起用的magnetium 因為這叫buffer aspirin 其實阿時不靈裡面 加多些magnetium 其實真正的效果就不是阿時不靈 真正的效果是那個尾 所以很像添加劑一樣 這種藥的添加劑 是真正正可以幫得到我們 所以你看一連串 這些負面的消息 還好笑 我前幾天坐在地鐵的時候 眼睛就看到旁邊的一份報紙 我看到一個大題 就說 有一位女士 她說 那些按摩機 雙腳的按摩機 雙腳的按摩機 懷疑 令到這位女士 搓傷她的皮膚 跟著小題就說 這個女士 過去兩年裡 每天都用這個按摩機 最近突然之間 覺得雙腳有一種 好種搓動的感覺 於是她說 這個按摩機 導致危險 令到這個女士 搓傷她的腳 有時候 我們真的想想 香港人 當然很多香港人不懂得想 但香港人真的不是那麼蠢 都那麼膠慣 會相信這些 這麼荒謬的報道 如果去沙灘 都應該關閉沙灘 為什麼 很辣的 經常會辣到 有很多蠔殼 很多人都是 在水裡 有很多尖銳的石 刮損來 我們個個有這樣的經驗 我想大大話 都不會少過十次 我們叫香港人 沒有醫生者節下 千萬不要去沙灘游泳 是呀 燒東西吃都不好 好 或者我們一個小休暇 我們會繼續和大家討論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aling.com.h 我們今天所提及的 真正全世界最危險的醫療是甚麼 剛才阿金銘然也提及 有個網友已經看到 在醫學雜誌的數據 他說2022年左右 有20多萬人死在正規醫療所用的程序之下 每年 每年 成為一個第三大殺手 其實那個數據是比較舊的 在2004年3月份 在美國有三位西醫 有兩個PHE博士 他將大約153個醫學裡面的文獻 這叫PEER REVIEW JOURNAL 即同行鑑定過的雜誌 那個醫學雜誌裡面 將所有的數據 是加加加加加加下來的 他發現其實每年 死在西醫方面的手上的人 在美國每年有78萬3936人 死在西醫那裡 這個數據很驚人 其實他是一個保守的真正的數字 他不是一個估計數字 他說這個是足以令到美國的醫療 是美國第一大導致人死亡的原因 第二大死亡的原因就是所謂的心臟病 心臟病和中風加加起來 心臟病應該是第一的 過去我們經常以為第一心臟病 第二中風 第三那個 剛才那個數字 其實原來不是的 真正的第一個殺手 是西醫所做的事 第二就是心臟病和中風加起來 有699,697人 而第三個死亡原因就是癌症 每年在美國有五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一人 好了 他有一個這個 譬如break down 或者很快地讀一讀 這個不良的藥物反應十萬六千人 醫療失誤九萬八千人 這個傳染病 即是感染了八萬八千 導致死亡 對,導致死亡 對,導致死亡 就是醫院或者這樣 對,營養那裡不良 居然都仍然不良 十萬八千 門診就是二十萬 即是沒有必要的醫療程序 三萬七千人 跟這個開刀有關 就三萬二千人 總計整個成本 即是他做了這些事 其實需要二千八百億美金 即是他不做就會節省二千八百億美金 即是費用 不單是性命的喪失 還有醫療費用 還有七十幾萬人可能會好些 繼續留在地球上 袁醫生 我絕對相信這些數據 這是一個醫學的雜誌 不是普通醫學雜誌 是我們叫做peer review medical journal 好在袁醫生 你這樣拿這些數據出來 詳細地分開來 展示每一項 我絕對相信 為甚麼呢 我不是和大家聽眾說過 前段時間我媽媽入醫院 他就是這樣去做這些無謂檢測 以及那個環境因素 真的會令到你會感 譬如營養不良 真的會營養不良 如果你住久一點 有人會為你吃飯 真的會餓死也不知道 是的 因為營養不良而死亡 這個study是叫做Nurses Coalition 即是他這個 他不是一個作者 哪一個作者 其中有一個就是 Institute of Medicine 這個營養不良 導致十萬八千 八百人死 是Nurses Coalition 其實這個資料 是全部醫學雜誌 你可以找得到的 還有他因為 袁醫生 我想問一下 因為那些醫生 或者醫護人員 為了要保障自己 免於被起訴 他會執行很多醫療程序 亦都是引致這個 就是很多無謂的檢測 是啊 最怕你控告他 我已經做了事情了 你幫我沒辦法了 不好意思 你不要理會了 是這樣的意思嗎 是啊 無情情的一個人在醫院 他都會搞很多無謂的事情 便秘都會搞到你要靜默敵住 洗腸是好一點 我覺得最合理的 我媽媽說 那段時間很生氣 西醫是沒有這招的 不是 他見我媽媽 用手去刮 刮當然是便秘 想刮他出來 睡在這裏 很辛苦 他又說 你媽媽刮江門刮損了 怕她小時候感染 要看需要不需要做手術 嘩 我說不是啊 大哥 我媽進來不是搞這些 為什麼會搞這麼多 我說你不要搞啊 大哥 所以 袁醫生你帶這些數據出來 我絕對相信一定會是這樣 因為他必然是這樣做的 其實這些數據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找 其實是有一個網站的 這個網站在我們那個 BetterHongKong.com那裏 就有一個連接在這裏 其實那個機構 是叫做Live Extension Foundation 這個報告其實很長的 都已經二十多頁子 所以它的Live Extension Foundation 是沒有辦法 將這份整體的數據 這個資料呢 就印到他自己的行物那裏 那他就丟在他上網 那你說 這些數據不是醫學雜誌 那這樣 但你記住呢 做這個數據的人呢 是三個MD 兩個PhD 有良心的 一百五十幾個 peer review journal 還有他那個 他那個 數據的來源呢 他寫得很清楚的 好了 最近還有一本書呢 如果你想大家知道 這本書呢 是叫做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那我作者是Caroline Dean 和Truman Tut 那Caroline Dean呢 就是其中這個 這個 那個數據 整理這個數據的 三個醫生其中一個 那這本書呢 是在我們 我們的店裡都有的 叫做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那更加詳細的資料呢 還可以看到呢 為什麼呢 我們說的話呢 其實呢 全世界最危機的醫療呢 是現時所 我們所大部分人 盲目根蟲 和盲目順蟲的 西方的醫療方法 俗稱叫做 對抗性醫療 好了 那在這個資料裡面呢 他就再做一個 估計 就是每年這麼多 那十年裡面有多少呢 那他們的 他估計呢 在十年裡面 因為醫療的干預 醫療的手法呢 是導致 藥物的反效的作用 叫做Averse Drug Reaction 是有一百零六十 一百零六萬多人呢 是 是死的 十年裡面 因為醫療的錯誤 是 我們說錯誤呢 大概有成九十八萬人呢 是死的 是 因為住院裡面 導致那個皮膚潰爛 是 導致感染而死亡呢 是有一百一十五萬人是死的 那當然啦 醫療裡面感染了 是 十年裡面呢 大概估計有成八十八萬人死的 那 那 營養不良 大概有一百 一點零九百萬人 在美國 在美國 營養不良 在美國 在美國 營養不良 在醫院裡面住院期間的營養不良 還有呢 是門診部呢 都有一點九九的million 那 還有呢 是無謂的 無需要的檢查 或者手術呢 是 導致三十七萬一千三百六十人死的 那 還有因為開刀啦 開刀一定有個危險啦 那 大概有三十二萬人死的 那 總計數字呢 大概會有七百八十四萬一千三百六十人呢 在美國呢 在十年裡面呢 是會死在我們所謂醫生因的病的 好了 那這個數字呢 是會 美國有史以來 歷史上有史以來 死在戰場的美國人 還更加多 那 所以大家同不同意呢 真正的危險的醫療呢 最危險的醫療呢 是其實我們盲目信仰的西醫咯 就不是我們那些自然醫療所做的事咯 醫生 我想如果 我們補個圖呢 它的趨勢應該是越來越厲害的 就是我們看到一個大數目 但是它其實可能今年是十萬 明年可能十二萬 後年是十三萬 如果用它現在的頭腦或者做事的方式去繼續 去用這個西醫來去 去治療 主導的醫療 沒錯 只會越來越多人出現這個問題 還有這些人全部因為簽了生死狀 基本上是沒有得追究 即是它逼你簽 是的 這個可以解釋到 為何我們的醫療會破產呢 所謂醫療那個費用破產的問題 其實不是香港的 其實全世界都是的 所以我們經常都重複地說 其實醫療那個問題 不是說再多些錢就可以了 就算你說私家醫院不供應 公家醫院不做 就叫私家醫院 逼個人去私家醫院去做 那用錢 即是私人費用給多些 但是其實最終 那個問題是一式一樣 因為這個問題是全世界性的 那問題的關鍵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是讓一種無效危險的醫療 成為我們的主流醫療 還有我們納稅人 只是支持這種醫療 這個就是那個問題的根結 那問題的解決方法呢 就一定要將醫療多元化 讓坊間多種不同的醫療 安全更加安全的 傳統的醫療 是更加能夠百花齊放 那麼便宜的更安全的 是的 其實我們幾次都提及 其實那個消費者委員會 衛生署 做這麼多這樣的小動作 其實最終的目的 是想將兩年前 想立這個法例而失敗 就是醫療儀器規管的法例 想成立而失敗了 心未死 跟著呢 就再用這些這樣的手法 再鋪一條路 希望立法局再次 將這個立法定了 這樣的新法例 好了 再回答你 馬國畏曾經所問的問題 那如果真的 成立了這個法例 有些什麼問題呢 是不是 到整個生態雲 會又怎樣呢 我剛剛就是 今天我就看了一份 美國的一位 一個機構 即是碗腸水療總業員的 一個協會 一個報道 那原來呢 最近呢 美國的那個 德州 美國德州呢 就告那個IACT 即是那個 國際碗腸水療師的一個協會 那就告另外一位 一位 一位人士 和一個團體 那就 打了一輪公司 那結果就被政府打贏了 那官司的結果呢 最後怎樣呢 即是說呢 原來呢 譬如在美國德州來講呢 碗腸水療的儀器呢 是只是 在法律上呢 是只是能夠用在 幫助那些人 因為要做手術 或者因為要做那個大腸的檢查 那他就需要 就先清一清腸 那就是 那就是說呢 正確 所謂FDA批准的用法呢 碗腸是只在這方面去用的 碗腸呢 在德州呢 是不可以用在 是幫助保健這方面的 那還有呢 碗腸呢 是一定要西衣 寫紙 你才可以買個碗腸儀器 一定要西衣 寫紙 你才可以用 即是你每一次用呢 一定要西衣寫紙 還有呢 碗腸呢 是一定要西衣監管之下 你才可以用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那個結果會怎樣呢 美國的德州的碗腸呢 一定是消滅了的 那這個都幾厲害 其實呢 香港呢 是啦 香港很多人呢 都是 在這方面的從業園 譬如碗腸的公司 香港已經十幾二十間了 在一個很短短的時間 那我都 最近開會呢 我們都分析給他們聽 其實呢 碗腸呢 在短短 1993年開始了 到原在大概13年裏面呢 是非常之發展得非常之好的 可以這樣說呢 香港人聽過碗腸的人呢 是遠多過任何其他國家的 我相信美國來講 你只要遇到一個美國人 你問他 碗腸有什麼 可能他聽都沒有聽過 我相信呢 香港大部分人呢 都聽過碗腸 就是我們這些多餘的法例 而這些 譬如美國 美國滿腸成這麼多年歷史 當然為什麼他發展沒有香港那麼好呢 就是因為美國有很多這些 關卡 表面呢 就說為保護那個消費者的理由 立那些管制條例 譬如一定要政府批准 要他註冊 一定要他要有那些醫療儀器 這樣來註冊 其實呢 很簡單的 如果你要對付一個敵人 譬如跟他打 跟他比武 那樣 有一件事你可以幫助你打得贏的 就是你限制他用的武器 你不給他的武器 他不可以用什麼武器 那你和他打的時候 你怎樣打呢 你一定會贏的 如果你想對你的同行 然後敵對的同行 跟你搶飯碗的同行 你想砌低他 在香港來說 你不可以立法例 你不可以做碗腸 你不可以做激光 你不可以做耳竹 你不可以做耳竹 你不可以跟外母 就是我們任何西方國家 都批不出這樣 他不可以立法例 做這件事 於是他想另一條方法 他很聰明 他的金牌 是為保護香港市民的利益 其實他拿一條例 是控制你 什麼時候 你可以用這些工具 要經過他來審核 他審核的理由 永遠就說 你用這件事 到底背後有沒有所謂科學根據 還有有沒有安全的標準 自然之旅 於是令到很多這些儀器 很容易被用這些藉口 被禁止了 即是 其實他用這些法例 將自然醫療重熱源 所用的工具 是壓散了 於是你這個行業 就會沒有了 給你看看西式的自然醫療 發源地在哪裡 是歐洲 如果我們香港人 有機會經常去歐洲旅行 你看看歐洲還有什麼自然醫療活動 是根本差不多是不再存在的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壓散了很多這些 所謂的條例 是令到自然醫療 發展不到的 香港美容界人數很多 很多很多人 是從事美容界的 所以當時 兩年前 他們知道問題 知道危機感 大家聯合起來 就跟政府 跟我們那些議員 分析給他們聽 那個問題在哪裡 但很可惜 因為在今時今日 香港很多這方面的 自然醫療的從業員 他們好像都不知道 有危機在這裡 他們不知道 這個條例 如果一通過 其實他們的生計 就是這麼大的 其實我又想問一下 伊珍 我們這十幾年 的碗腸發展這麼好 最主要的原因 是否他真的幫到人 如果他幫不到人 基本上沒有人去做 是啊 我講回 我上次好像都提一提一下 有位西醫 美國有位西醫 他最近是一個 很出名的雜誌 我們叫做 Townson Letter for Patient Doctors and Patient 大概好像是7月份的雜誌 他說他自己的路程 在那個碗腸的路程 其實他都向一般人 一般普通人 他一聽到碗腸 都覺得 什麼來的 骯髒 是想著不好的 結果 他有一次 他留意到 在美國加州 美國醫學協會 就要提出 要立例 禁止 那些人去做碗腸 他就開始想到一件事 他說 如果碗腸是這麼不好 如果真的這麼不好的人 我們需要用立法的手法 防止人做一些不好的事 他就給一個簡單 他說 我們需要不需要立例 阻止那些人 去坑渠水 去游水 那些烏不需要 你不需要立例 是防止那些人 去污水游水 因為那些人 根本就不會做 所以由這件事 他開始 加上他病人 不斷地說 我洗了腸之後 我身體怎樣怎樣 他開始 他開始啟動他的思路 他就去看多些方面的資料 他最後發現 碗腸是一件很好的保健 和預防疾病 和處理很多疾病的方法 好了 那 除了我們今天要 講一下碗腸 和世界上最危險的醫療 其實最近都有很多事情發生了 其他一件事 就是那個學卷制 大家有沒有記得 我們學卷制 有啊 好像最近 香港有個政府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聽到我們說得多 還有我們外面 其實有很多文章 我要推揚學卷制 但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很多東西 一個很好的 所謂一個很好的建議 當政府一插手去做 永遠做出的效果是差的 袁醫生 是 詩子山學會的朋友 應用這個學卷制 這個政策 是 曾特首提出這個 叫做A貨 A貨 什麼意思 A貨 假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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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你 父母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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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萬三 而你是 用經濟手段 令到市民 只可以選一些非牟利 就不是全部幼稚園可以選 是的 還有 我就 對於 李國章 很多人對他不滿 就是說 那些私留學校 不透明 姨媽姑爹 姨媽姑爹都可以去教 那 我就 袁醫生 我要在這裏 不是很客氣地去說 就是 批評一下我們那些 局長 接二連三這樣 侮辱我們的香港市民 第一個侮辱 就是上個星期 周一岳 記者問他 現在那些 洗腸這樣 那他怎麼回答呢 他說 我們要保護那些無知大眾的市民 免於 可能要考慮立法 又沒有用 如果你這樣說 如果周一岳 局長你這樣說 是成立的話 就是說我們的 教育失敗 全部都花這麼多錢 每年六百 差不多六百億 是訓練了那些無知市民出來的 是 第二 還要說 第二 李國章局長 他說 謀利的私立學校 我們不可以拿公帑 來補貼你們賺錢 還有 你們請姨媽姑爹 你們自己決定的 透明度很低的 好了 又一次侮辱香港市民 很多人不明白 或者連李國長都不明白 喂 你真是侮辱那些 選這些私立學校的家長 蠢的 嘩 一個小朋友一輩子 只可以讀一次幼稚園 難道讀三十年 是不是 讀幾年的 他蠢的 那些 姨媽姑爹 那些 沒有質素的 五六千一個月的 都要給他去讀 那你是否在侮辱那些家長呢 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這樣成立的話 我也同意 不論誰教教得好 無論是姨媽姑爹也好 最聰明 最肯為自己子女負責的 不是你政府 不是你教育官員 是他父母 我只是憑這個邏輯 就已經成立了 我想提出一件事 其實很多事情 本來是一個很好的主意 但是當政府一去做 就永遠的效果是壞的 大家要不要想一下 為什麼 譬如好像 我們最近 我上了一個電影製作班 我教我們那個導演 他講 原來香港的電影業都是這樣的 政府就好像想學外國這樣 就知道一些電影方面的事情 電影發展過 有些基金的 給那些人自己拍電影的 但是結果做出來的效果 也是全部的 基金只是給一些公司 起碼要成立五年 還有要拍電影 即是跟原意相反了 他變成了他很資助 好像杜錦鋒 杜錦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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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出名的製作導演 其實他說 杜錦鋒 需要賺錢 但是我們發現 很多時候 在控制這筆錢的人 通常不是那些內行的人 不是那個電影從業員 通常是那些 胡計師 或者銀行家 或者之類之類 正所謂是行外人 於是他就要成立某些守則 令到那些人 不會濫用他 你可以看到 其實為什麼很多時候 政府一融出 一入手 就永遠衰 其實問題就是這樣 因為政府永遠是認為 我們這些人是蠢 我們這些人是不正確 能夠作弊 能夠 cheat 一定會 他的 assumption 就是這樣 於是他就要為了 要設立很多這些機制 防範些人 就會濫用這個政府的資助 他需要設立很多很多的考慮因素 因為這些基礎 他們的想法 而成立這些考慮因素 結果往往把原來的意思 毀滅了 其實 有一種簡單的做法 譬如說 譬如你教一個審問仔 你希望他成長 希望他能夠自立 能夠幫到自己 那你用什麼手法呢 我們認為正統的方法 都是多之鼓勵他 不是當他是小孩 不懂事 於是他就給他很多規條 你不准做什麼 不准做什麼 看得他實在 就是這樣 我明知道我們教兒子 都不會這樣教 我當你是香港的 香港的小孩 未成熟 我政府要保護他 但你保護的手法 都不是說用很多規例 監管轉他 等他綁手綁腳 我也是鼓勵一個審問仔的成長 都是給他多些機會 信任他 給他嘗試 就不是當他什麼都不懂 很危險 什麼都要保護 好像有人這樣說 如果你要幫助一個人 你最好的方法 就是教他自己 怎樣去釣魚 給魚去吃 最近有一個諾貝爾得獎 和平獎 那個得主是 是Professor Mohamed Pounis 他一個在孟加拉的 一位經濟學家 他成立一個銀行的制度 叫做小型貸款 一個叫做Gami Banking System 其實他怎樣幫助一些人 就是給那些免息的貸款 給他們一點錢 讓他們自己能夠自立更新 於是他一個這樣的設計 令到很多很多窮困國家的人 能夠自立更新 他說他猜不到 由最多這樣的貸款的數字 現在增加到全世界有500萬的人 用這種方法 讓他們自立更新 其實關鍵性已經是這樣 其實我經常都很強調 你要幫別人 你不要在這裡付錢 你是借錢 在我們的教育方面的改革 我都很強調 現在香港的大學教育 是高資助的 我們的醫療也是高資助的 其實我們應該是高借助 即是貸款 不要直接給別人 那為什麼 諾貝爾的和平獎得主 為什麼這麼成功呢 其實他就了解這個道理 如果你是 什麼都是給他的時候 第一你給了多少 那些人就這樣白白鬥錢 不用還 那就越來越多人 依靠你 越來越多人 新手拿錢 其實真正的你看 方向 我們是要用一個高貸款方法 就不是用高資助的方法 那這個如果我們香港 用一明白到這麼簡單的道理 用這個方法 這個思路去解決問題 我們才能夠找到 一條真正的出路 不是啊 袁醫生 唯一最開心 就是局長 又多了 又多了成班 又多了成盤人 跟他搵食 沒錯 那始終 所有的 我們所謂的 政府的官僚 會員最好 就是 我大把錢 我派 你要以律依靠他 而不是 我鼓勵一些人 是自己成長 自己自立 就不需要靠這個政府部門 繼續來看著他 袁醫生 這個政府很矛盾 一方面 就要伸手 要銷售稅 又說 我們未來有很多風險 另外一方面 就這樣 又要經常性 20億這樣散出去 20億經常性 遲些就30億 對了 那什麼道理呢 做得好好的 那些人 私人機構 這樣就沒有了 所有事實就沒有了 即是 家長自己出錢 政府一毛錢都不用用 要扮得非常成功 他們就要破壞人 破壞他 對 你看一下 為什麼呢 其實背後的道理就是 政府不相信 不信任我們的人 政府只賴 盲目依賴這些所謂的專家 這些專家 其實最終所做出來的設計 是為自己的利益著想 是不會為香港人 真正能夠解決香港問題 現在我再說一點點 今天擁有二十幾間 管著二十幾間私立學 私立幼稚園的趙君雄 趙君雄博士 是出名的教育家 在香港 友誼教育 是私立的 他都無可奈何 對著鏡頭說 我們都要轉為非謀利 政府這樣 香港港二十幾百分之二 GMP的比例 更加會繼續大 因為這些屬於政府資助的活動 所以說要少政府少政府 其實政府就會越大 我記得我看過一本書 那本書叫做 Health at the Crossroad 那本書作者提出一樣東西 其實呢 人與人之間的行為 即是欺騙的行為 我們不能用法律去阻止 我們此刻能夠用教育 是阻止這些這樣的行為 是不可用法律 那這個 如果你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 我們想出一條香港的 解決香港的問題 這個出路就會更加可以行得成功 OK 好了 時間關係呢 我們下個星期再繼續討論 好 拜拜